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吃一味可口的东西 不会到处去游玩 更不会请人吃饭 每日把钱箱的钥匙紧紧挂在身上 粗茶淡饭 精打细算 过善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淑女 温柔懂事 儿子过千 却是个不让人省心家伙 过善舍不得花钱请老师来家里给儿子上课 所以把儿子送到朋友家里去蹭课 每日叫小丝给儿子送饭 奈何过千是一个见到书就犯困 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得住 虽然每天按时出门 按时回家 却从不去上课 家里每日送饭的小丝已被过千收买 所以过善一直以为 儿子每日在勤奋好学 直到朋友见到过善 问道 为何不把儿子送来读书了 过善才知 原来儿子每日在和他玩心眼 派人把儿子找回来 痛打了一顿 关在屋里三日 心软下来 又把儿子放出去 过千去学了两日 又开始到处逛窑子 过善又派人把他抓回来 痛打了一顿 如此反复几次 过千没有任何要改过的迹象 更气人的是 过善发现箱子里的银子不见了一大半 原来过千偷偷地配了一把钥匙 只要手头没钱了 就往箱子里拿 过善气地把过千 吊在房梁上吊打了半日 女儿淑女苦苦哀求 过千才被放了下来 有人提议让过千早日结婚 也许便能收心 过千早就聘下方长者之女为习 过善便派人到方家说结婚的事情 半个月后 过家迎娶方氏进门 过千见到媳妇面貌美丽 嫁妆又丰厚 便乖乖地在家待了两个月 可方氏回娘家去小住了几日 过千在家里待不住了 就拿了方氏的嫁妆出去挥霍 方氏回来 气得告诉公公 过千又免不了一顿打 这一顿打 让过千乖了一个月 又偷偷瞒着父亲跑出去 方氏怕丈夫被打 又不敢告诉公公 直到看见过千 竟然私下江田产拿去四处抵借银子时 方氏感到事情不妙 才告诉了公公 可有了银子的过千 根本就不回家 日夜在花街柳巷 酒馆赌房迷恋 过善派人找了两个月 打听出过千的住处 带着一帮仆人就去抓人 过千看到父亲 急忙往外冲 仆人看见便去抓他 过千情急之下 便一拳打在一个仆人小四的胸口上 小四当时便倒地不起 没有生气 众人都说小四死了 缓过神的过千 没命地往前跑 大家急得救小四也没去管他 其实小四只是被闷倒 过了一会儿就醒了 但在那之后 过千失踪了 可过家的门前却变得一场热闹 来要债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过善闭门不见 那些债主把过善告到了府衙里 过善被逼无奈 只能把过千欠的所有钱都还了 过善对儿子彻底死心 也不派人去找 只想着为女儿找个上门女婿 以后好继承她的产业 女儿淑女虽已十八岁 却未曾定亲 只因过善宠爱女儿 要为她选一个极佳的郎婿 所以高不成低不就 一直没个重义的 便拖到了现在 过善有一个邻居叫张人 世代耕独 家里也很富有 夫妻两个只有一个儿子 取名张孝基 张孝基相貌魁梧 一表人才 广读诗书 已经二十岁 却未曾婚配 张家夫妇也正在四处 要求梅人 为儿子寻个好亲事 说来也巧 张家找的梅人 和过家找的梅人 竟是同一个人 两家一拍即合 很快便为张孝基和淑女完婚 张孝基成了上门女婿 本来张孝基是独子 张家不同意她做上门女婿 奈何过善再三让梅人劝说 张家夫妇也只能同意 张孝基为人勤奋 懂得管理 也懂得经营 很快变成了过善的得力助手 过善对这个女婿是一百个满意 两年后 过善忽然疾病 她感觉自己大现已到 很难得地摆了一次宴席 请亲戚邻里到家里来吃饭 各位高薪在上 老汉我托祖宗的福 挣一些博产 本指望子孙继承家业 发扬光大 可奈何生了一个不孝子 不但败坏了许多钱财 现在还潜逃在外 不知生死 幸亏有一个女儿 嫁得良人 老汉我神是安慰 今天请各位来 就是替我做个见证 我要把我的所有财产 全部传给我的女婿 接续我的宗祀 为写下遗嘱 樊烈未化个压 待我死后 如果逆子归来 抢夺财产 大家可以把它送官 众人以为这是张孝基想抢夺财产 并没有说话 张孝基谢过岳父之后 并不接受这些财产 他提出两点 第一 派人把大舅子找回来继承家业 他会带着妻子回到自己家中 继承家中产业 第二 如果大舅子在外不幸身亡 家里还有舅嫂 应当让他掌管财产 然后把族中的孩子过继过来 继承家业 众人都惊叹张孝基的格局和眼界 纷纷赞成他的说法 过善却不同意 自己的儿子自己了解 把家产留给他 等于把自己这一辈子的心血 都丢进了海里 张孝基一再推辞 直到过善气得发怒 张孝基才接受 另外 过善还准备好了另一份遗嘱 是给儿媳方氏的 他给方氏准备填300亩 银子200两 让庆家公把儿媳领回去另嫁他人 庆家公却说 穷人家的女儿都没有嫁二夫的道理 他们家更没有 说完便走了 过善问方氏的想法 方氏哭着坚决不嫁二夫 但既然公共已把田产分给他 他愿意回到娘家去等丈夫归来 安排好一切事宜的过善 终于安心地离去了 张孝基将老丈人所留下的家产钱财弥固 一一登记在侧 又派人到处寻找过签 可五年时间过去了 一点音讯都没有 这时的过家 在张孝基的经营管理下 又增添了很多的门铺 比过善在世时的产业又增了几倍 一日 张孝基有事到陈流郡中 在路上遇见一个乞丐 他心生怜悯便命仆人给他挤两银子 仆人看了看乞丐 悄悄地对张孝基说 官人向来在寻找小官人下落 刚才那乞丐看着向他 张孝基吩咐了仆人几句 便让仆人拿着钱去给那乞丐 乞丐抬眼看时 辨认出了这是自家的仆人朱信 惊叫起来 朱信也惊讶 过千怎会落到如此地步 原来过千那日把小四打倒在地 以为小四已死 怕父亲把自己送关 不敢回去 所以一直流露在外 却又没有任何手艺 只能乞讨度日 过千得知小四没有死 只是被打门倒而已 又惊又喜 又问了家中的情况 朱信告诉过千 自从那日他离开后 上门要债的人络绎衣不绝 家中只能变卖了一半田产 来帮他抵债 淑女出嫁 又给他准备了很多的田产 过千去世前 恨过千不学好 所以把家里仅剩的银子 都分给了亲戚 只剩下住宅 卖给了隔壁的张大官人 使张大官人处理了 过千的殡葬事宜 他现在就是跟着张大官人的 至于方氏 只知道他回了娘家 不知现在嫁人了没有 过千听后 后悔不已 悲痛万分 连连自责 说着就要撞墙而死 朱信急忙拦下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建议过千 跟着自己去见张大官人 跟着他一起做活 总好过在街乞讨 在朱信的劝说下 过千决定听从他的建议 但为了保留仅有的尊严 他希望朱信 不要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说是朱信家亲戚便可 过千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妹夫张孝基 为了试团他而设计的 张孝基想知道 自己的这个大舅子 在外混了这么几年 有没有要重新改过的信念 朱信带着过千来见张孝基 过千想要做一 去扯那袖子 却只有半截 还是破地 左扯盖不下手 右扯也遮不住臂 只得抄着手 唱个诺 张孝基看着很是可怜 因是大舅子 不好受他的礼 还了个半礼 张孝基有心要试探大舅子 所以并没有给他任何的面子 如果过千要跟着他 就让他去管园子 问他是否愿意 过千说愿意 问他是否会 过千说可以学 但这并不能让张孝基满意 他提出三个要求 如果过千都同意 便愿意把他带回去 第一 过千只能住在园子里 吃饭叫人送给他吃 不许他往外走 若跨出园子一步 就不许再跨进去 第二 要早起晚睡 不准偷懒 第三 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任张孝基责罚 不许有怨言 过千全都答应了 本来他就无言面对父老相亲 不让他出园子 更合他的意 过千还表示 以后天未亮 他就会起床 直到天黑才休息 若是晚上还有活 他也会继续做 如果有做得不好的 不对的 任凭张孝基责罚 张孝基很满意 把他带回了家 但并未带回过家 而是带到了张家的园子里 此次回来的过千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像他自己说的 天不亮就起 天黑才休息 每日勤勤恳恳地在园子里除草 浇水 从没有一句抱怨 张孝基不放心 还多次找人去试探他 可来约过千出园子去完的 都被过千骂走了 张孝基也亲自出马 到园子里来找查 揪着一点事情 就把过千骂得狗血淋头 但过千不但没有怨言 还把头低得很低 张孝基走后 过千比以前还勤奋 做事也更加仔细 过了一年 张孝基觉得时间到了 命人拿了一套衣服来到园中 我看你做事情快 人又仔细 如今我的当铺中缺人手 你就去那里帮我吧 过千很惊讶 他觉得自己在园中挺好的 而且自己也没有能力管理当铺 张孝基却说 不必推辞 你用心管理就是 会有你的好处 张孝基把过千带到了过家 过千看到家里的仆人都没有换 还以为张家连仆人一起买了过来 又看到家中的陈舍 和原来一模一样 心中感慨万分 张孝基只管把他带着往里走 过千知道这是去往家庙的路上 张孝基指着堂中道 有人在里面 你进去认一认 过千急忙进去 抬头看见是父亲的牌位 跪倒在地 哭着忏悔 直到把头都磕出了血 淑女一直站在门外看着哥哥 早已泪流满面 兄妹团聚 过千才知道了所有事情 对妹夫张孝基感激不尽 张孝基想去把方式接回过家 过千认为现在的自己 无言面对妻子 更无言面对老丈人 张孝基只能作罢 而过千就在当铺里 学着管理各项事宜 半年后 张孝基来查库中账目 竟然分毫不差 他觉得过千已经出师了 再次提议提接回方式 方家早就听说了 过千回来后的所有举动 放心地让方式回了过家 同时对张孝基感激不尽 方式更是直言 没有妹夫成全 就不会有我们夫妻在团聚之日 方式回家那日 过家大摆宴席 宴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酒过三巡后 张孝基搬出一个箱子 然后举杯敬过千酒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 直到过千愿意把酒喝下 张孝基才打开了箱子 张孝基取出箱子中的十几本账本 递给过千道 请收下这几本账本 过千接过 问他是什么账本 原来这些是 过善过世前留下的所有账本 张孝基都把它一一保存 现在过千已回来 他要把过家的所有家产 全部交到过千的手中 而他将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回到张家 过千惊讶不已 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 如果不是妹夫把他救回来 他早已横死他乡 妹夫不但把他救了回来 还帮助他改邪归正 现在又让他们夫妻团圆 他已感激不尽 哪里还有接受家产的道理 过千推辞 张孝基也拒不接受 众人见他们难以决断 便提议一人一半 张孝基拒绝 那就不要分家 两家当作一家 大家共同管理 张孝基仍然拒绝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 张孝基当初拒绝岳父的遗产 是真心的 过千看到妹夫心意已决 只能接受 而张孝基带着妻子 和两个儿子回到了张家 临走时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其余的一律都没带 虽说两家只有短短的距离 但过千依然依依不舍 大摆宴席 流着泪 把张孝基一家送到张家门口 张孝基的举动感动了县礼 县礼上报朝廷 朝廷下书征聘 却被张孝基以要为父母养老为由拒绝了 自那以后 张孝基饮于田里 功耕乐道 在家安心教育两个儿子 五十岁时 呼梦见上帝召唤 张孝基夫妇双双得病 二子一不解怠 侍奉汤药 过千也带着儿子过来一起侍奉 但几日后张孝基夫妇同时去世 过千哭得肝肠寸断 几次吐泻 他想包办所有的丧葬费用 却被张孝基的两个儿子再三拒绝 但这次过千硬起了一回 不允许两个外甥忤逆他 才成全了他的一次心意 一个月后 有亲友到张家调店 告诉张孝基的两个儿子说 一日他们到高山去游玩 看见满山都是骑帆和马车 他们躲到树林中去观看 见到车上坐的人锦衣欲带 唯一如王者 有很多的是为保护者 仔细一看 车上坐的人竟是张孝基 当时几人并不知道张孝基已去世 急忙出去拜见 还以为他要到某个地方去上任 可张孝基却回答说 我并非阳官 乃阴之也 上帝命我管理此山 凡请告诉吴子 不必过于哀伤 说完所有人都消失了 他们才知道 张孝基已成为神仙 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乡里 没有不感叹的 都争着做善事 后来张孝基的两个儿子都做了官 而过千因经历过苦难 对所拥有的东西更加珍惜 慢慢的竟然变成了他父亲的样子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但却初前卫乡里办了很多的好事 因而人人敬仰 直到八十余岁才去世 人人都赞颂浪子 回头经不换 却不知 所有的回头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 塞翁失马 言之非福 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 只有珍惜以往的教训 才更有意义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